你一定看過牛 也看過牛車 還看過鵝仔 但是你看過牛車採鵝仔嗎? 太珍貴了 台灣僅存牛車採鵝仔 他們堅持保存 你可能不知道早年在台灣沿海 部分地區因為地緣關係 牛隻不只會用來耕作稻田 還會用來耕海田 其實就是陪伴科農到海邊採鵝仔 並載運採好的鵝仔 身為養科人家的一份子 幫忙載運鵝仔是一定要的啦 比起北部牛 這邊的牛更勞碌 但在社會變遷下 不僅科農越來越少 且大多改用鐵牛車 幸好在彰化方院有一群在地人 對於傳統文化的消逝 遊行匆匆 想盡辦法將牛車採鵝仔轉型 其中有十多頭海牛 不僅繼續耕作還帶領遊客體驗 隨著牛車讓時光倒流一下 體驗科農採科的生活 科棚牛車一起出現 這景象不就是台灣漁村最美風景嗎 沒有 好啦 我學得不像 結合觀光後很重要的一點是寓教娛樂 讓小朋友不忘記台灣就有漁村文化 讓科棚打一個 他用洗乾淨然後打一個動作 差不多十公分擋一顆科棚 只會擋一顆科棚 然後整個一條下來 然後碰到水裡裡面來 讓科鳥去護著 科鳥在水裡尺尺都有 那只要科鳥去護著在上面 它就不動了 一顆科棚可以護著 五、六、十顆甚至上百顆的科鳥 那護著在上面再慢慢的長大 本來是只有一顆科可以 然後慢慢長大變成一坨 有了一定概念後 就是體驗科農生活時間 有插科棚 還有洗蚵仔 鍋蚵仔 還有有趣的蛙蛤蟆 小朋友不為泥沙髒手玩得很開心 泥沼也是最棒的大自然生態教室 不是太多人 對 這是巨人青群 火體方格新種 這次就是太平洋香香 接著就是嘗鮮時間了 而牛車採偶爾也在當地人的努力下 在今年7月被登陸為彰化縣五行文化資產 希望台灣與村最美風景 永遠不會消失 動新聞彰化報導